一个出生在日本 受持韩国护照的球员 却在为朝鲜征战世界杯时流下热泪 这个听起来宛若天风夜谈的事情 其实主人公正是中国球迷熟知的前锋 郑大士 就在凯塔尔世界杯即将来临之时 12年前被打下认识的人民鲁尼 却刚刚宣布了退役的消息 郑大士的身份比较特殊 他的父亲是汉一日本人 母亲是在日朝鲜人 他从小学到大学 一直就读于在日朝鲜人设计的学校 尽管一直认定 朝鲜才是自己的祖国 但因为他的出生过日本 并不承认朝鲜存在 他一直能和几万名 在日本发展的朝鲜一样 先申请了韩国护照 在同时有朝鲜与教学的 朝鲜大学毕业后 2006年 郑大士为这连赛球队 传奇掀风相中 在第二个赛季 就为传奇各项赛事攻入十六球 因其见证如荣的身体素质 收获了日本球迷 人肉推育机的绰号 在同年 获得了朝鲜国大队征招后 郑大士立刻前往韩国大使馆 申请注销韩国护照 只不过韩国同样不承认朝鲜 无法因为郑大士 要加入一个不存在的国家 就注销到韩国国籍 当时朝鲜听到这个消息后 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 过速为他办理了朝鲜护照 郑大士不仅成为为数不多 拥有朝鲜和韩国护照的奇人 他也终于能够代表 梦想的朝鲜出战 2008年 在重庆举办的东亚四江赛场 郑大士打防疫彩 首战他面对出身国日本 开场就打击击远射 次战面对韩国 又是他最后时刻 帮助朝鲜将比分扳平 面对中国 他再送了自助攻 成为他界比赛 最耀眼的前锋 在和朝鲜 从11321强赛小组出现后 尽管当时被划到了第四档球队 但张大士与朝鲜 依然力压伊朗和沙特两大情敌 从十项赛中神奇出现 帮助朝鲜时隔44年 重返世界杯舞台 因为预选赛中的高光表现 英国在报道世界杯时 直接将发型 长相 求分和鲁尼神色的郑大士 冠上了人民鲁尼的绰号 2010年的非世界杯 朝鲜队在第一场小组赛 对阵五星巴西 几代人的梦想与坚守 由于朝鲜队来说 这次三赛机会 来得更为不易 郑大士在国歌作向时 暂已抑制入自己的激动 无声地泡下眼泪 在那个夜晚 人们并没有对胜利者巴西 及有太多关注 反而记住了在唱国歌时 请不自禁泪流满面的 很前锋 尽管朝鲜三战全败 但郑大士就永远被写进了 水杯的历史 不想让球迷记住了这个 并喊是不清的一面 也更加懂得世界杯 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 世界杯后 郑大士加盟了何以郭宏 他爆炸般的身体 在这里依然强悍 第一个赛季 就成为队内最佳射手 最后又转身德甲科龙 只不过由于两年 两次严重的伤病 让他的流洋之路 只能暂时搞一段落 最好他因为伤病和朝鲜 足鞋渐行渐运之时 2013年春 郑大士意外地选择了 韩国水源三星 作为几个下一战 这一举动 也让他被朝鲜足鞋除名 对国家队的贡献 也停落在了33张比赛 打进15名进球 近期年 回归这连赛的郑大士 早已不辞当年之佑 即便在日益联赛 他也不能再靠身体 引发对手 在介绍了打地骨的同时 也开始和太太 养想了公益节目 现在 38岁的他 终于决定 扩下球鞋 给电视来解说做转型 但谁 回报了他呢 因为他可是那个 在世界杯 能飞于约翰内斯堡 爱丽丝公园球场 在影响满面的男人